由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有名的五位男神组成 TVB主席邵逸夫亲自赐名 五人的出现 一度取代郑少秋和周润发一同影视圈的地位 像黄日华的郭靖 刘德华的杨过 梁朝伟的韦小宝 苗朝伟的杨康以及汤震业的段誉 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 两岸三江家喻户小部书当下的流量小生 后来这五人中间诞生了天王与影帝 也发生了不少形形色色的故事 苗朝伟是五虎将的大哥 在八三版射雕中饰演杨康一角而成名 在事业最当红之时 却选择急流永退 他退出演艺界转投商海 在香港本土创立了眼镜品牌 后该品牌被集团收购 成为香港最大的连锁店之一 早已实现财富自由 闲来无视就喜欢打高尔夫 苗朝伟因此成为五虎中日子最舒坦的耐格 2004年再度杀回娱乐圈 参演雷霆扫毒和使徒行者迎来了事业第二春 出道至今经历过三段感情 初入议员训练班 与同班同学姚凤斯有过一段恋情 后与七美珍相遇 两人因琐事激烈争吵并短暂分手 苗朝伟这期间曾与梅艳芳传出绯闻 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与七美珍附和并闪婚 五虎中各有各的出身 刚出道就被寄予厚望了 唯有黄日华 他本想考足球班 却阴差阳错进入艺人班 五官俊朗 一脸正派 培训三个月就当上了男主角 参演电视剧过客 大哥苗朝伟还为他作配 1983年饰演的郭靖憨厚老师 简直是本色出演 以雷霆万军之势拿下当年收拾冠军 黄日华出道很顺 但后来的发展却很平淡 因为他本就是个追求平凡的人 演戏只不过是一份工作 功成名就乃是命中注定不可抢求 黄日华与刘德华不同 不会将事业视为谋取利益的手段 也不像梁朝伟那样 将拍戏视为人生的全部 黄日华的感情生活也十分简单 与初恋梁洁华相识相恋至今 因为剧组的宣传需要 曾与邓翠文和龚慈恩传出过短暂的绯闻 CP热度过去之后也慢慢被大众遗忘 不同于黄日华的好男人形象 汤震夜的身边向来女人扎堆 年轻时英俊不凡 基本没跑过龙套就登上事业巅峰 爱情也随之而来 1982年 翁美龄参选港姐出道 由于缺乏拍戏经验 便在片场四处请教各位前辈 一来二去便与汤震夜产生了感情 女方性格倔强 男方偏于内向 两人相处间逐渐产生误会 感情也随之出现破裂 翁美龄离世 粉丝们集体炮轰和指责汤震夜 虽说两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已无从考证 但汤震夜受此事影响后 事业和人气一落千丈 背着父亲郎的名号慢慢淡出大众视线 跑去大陆经商传的盆满钵满 如今他的形象也大不如从前 身材发福脑门半途 偶尔会跑到剧组挑个配角过把戏 再来说说刘德华 他是五虎中唯一的全能王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事业全面开花 成为娱乐圈实打实的天王巨星 当年在TVB辛苦拍戏却赚不到钱 刘德华提议五虎一起聚签五年合约 目的就是想逼着高层加薪 可还没等高层知晓此事 梁朝伟迫于生计投降签下了合约 带头的刘德华因洽谈失败惨遭无限血藏 四百多天无戏可拍 五虎将开始名存实亡 1991年 曾志伟还导演了一部电影叫《五虎将之决裂》 从那以后 梁朝伟便被扣上了背叛兄弟的帽子 这件事之后 两人的演艺事业发生天折 无限将大把资源都给到了梁朝伟 拿到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时候 刘德华还陷入无戏可拍的窘境 在演技方面的较量 显然刘德华一直占据下风 但华仔属于那种绝不言败的人 把很大部分精力转战歌坛 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大天王 影响了一个时代 刘德华在娱乐圈从不与人树敌 多年以后他表示梁朝伟仍是他的兄弟 但无限无虎从此难聚首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最喜欢哪一位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可乐留言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可乐